娱乐凡今天状态也非常好 但是这个CAM COKE这名运动员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脚下步伐移动和手上交锋能力都非常强 不过今天娱乐凡渐渐的感觉非常好 动作很舒展 从前面的比赛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她今天还是很放松的 第一剑刺到手 没关系 从前面那场半决赛 日本对韩国来看 我们发现CAM COKE他这个前点的目标 想目标非常好 非常准非常好 上一场得分基本上都是把前点抑制的 基本上都刺对方的手 对韩国的KING基本上进不去 都是用脚下的步伐来抑制 在身材上面来讲 娱乐凡是占一定优势的 啊 成功 啊 成功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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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 我给你 毕竟这个是怪亚军决赛 嗯 能打到这个地步 没有哪 对手可以轻易 轻易 对 拉得很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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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还在寻找时机 家伙 右边这个日本选手看起来还是更主动一些 嗯 脚下更积极一些 这个运动员上步紧逼他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嗯 特别是中间 你要刺到别人 又不能让别人刺到我 这个中间的目标毕竟是全身的有效 对 目标还是比较大的 有效得分 我看这个中间比赛其实和花间比赛有些不同 他们上来试探的时间好像相对要比较长一些 对对对 因为中间我们有个互重 不像花间跟配件都是有主动权 嗯 嗯 第一局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两名运动员 应该是不打了 对对对 第一局时间到 日本运动员暂时3比1领先 手呼入 词rap 一案 一跟2 Kunden 一arrive 你记性了 洗浆几十ивает 你记性的这个东西 他们这个地位 一个武功 direction 矮小 弥补一下身材上的这些 哎呦这件刺滑过去了 可惜了从肩膀上 想法是好的 拍了一下大腿 表示一下懊恼 想法非常好 因为重剑丢失一分 你要想把他追回来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难度 不会有点 像一个人的 他脚带掉了 一般我们在交锋的过程当中 是 但是我们这个脱穿装备都不能在剑道上进行 包括寄鞋带都要下剑道 这一剑它在原地反攻了 所以它没有亮灯 不像前面一剑是从肩膀上刺滑掉了 准备好 日本育动员速度真的是 太快了 对 卡姆枯极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身体素质非常好 然后支撑了它的这个专要素质支撑了它的专项技术 它从发现时机到它决定出击 这方面还是能力很强 速度非常快 也很果断 从头到尾脚下这么积极主动的去跳 你看不出它脸上表现出好像很疲惫很疲劳的这种状态 你看它手上能力也很强 好健 动作很小 尖尖控制的很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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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打比赛相对来说都是刺的比较多 包括韩国运动员点的变化多 但男子运动员力量速度跟女子不太一样 他的交锋手上交锋就会更多一些 男华跟女华也是这样的差 包括配件 就是观众朋友们会觉得男子比赛更具有观赏性 对对更精彩 好健 这件打得比较舒展 OK 叶子凡好像已经加快了节奏 他这个时候必须要加快节奏 因为日本选手他的这个节奏很快 你知道吗 他如果站在原地 刚刚前面一件原地反攻十分就是这个 好 把手还击 这件应该对方已经放出来了 好健 漂亮 非常果断 非常舒展 非常舒展 就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有 这件好像是压键进攻了是吧 好健 好健 连续两件 加油 啊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嗯 这个就是运动员在场上我失分对吧 我站在原地防守原地反攻失分之后 我立马思路要转换 立马要调整了 对要调整自己 最近还是抢攻冲刺看到吗 嗯 上不想到防 OK 3 3 1 1 1 2 4 4 互重 OK 其实重点跟花剑配剑不一样的就是 即使你在落后 你要追分的时候 就也是很害怕运动员很害怕自己打互重 没错 你要打单单 其实单单应该还是很难的吧 对 还不像花剑跟配剑的主动拳 因为你全身上下都有效啊 每一个点都是有效点 第二局还有6秒钟5秒钟 两名运动员都不打了 应该是准备第三局了 对 现在比分落后5分 4分 11比 11比7 4分 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他到重点如果他到14的话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就比较 可能性比较小了 但是并不代表不存在 对 我好像记得有一届奥运会 韩国运动员 对 胸压力的 胸压力的 也是打到14 14比10 对 然后反超 那个好像还是很经典的 对 其实运动员有个特别好的品质 我们所谓的意志品质 不放弃 对不对 不到最后一刻 时间最后一秒不走完 我绝对不能去放弃 对 还是要想办法 对 OK OK 首先不能放弃 其实要给自己建立自信心 嗯 OK 好第三局 OK 明显节奏加快很多啊 嗯 嗯 哦 漂亮这件 他连续追分的这三件 对 打的都是同样的战事 正好这一步退开来了 看到吗 把距离给它放掉了 从慢动动当看 这件可惜了防止还击 非常好这件 意识非常好 是想好了的 可惜没刺上 说明日本运动员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下件很果断 看到吗 第一次没有接第二下 这个意识的连贯 跟动作连贯是非常强的 护重 其实这个时候打护重 因为比分已经很接近了 快到赛点了 对 前点 这件是打的 很突然 塞点 好劲 这件打得很好 比分来到了14比10 看看娱乐凡能不能创造这个奇迹 前点你看日本运动员始终是盯着他的前点 对意识的非常好 好 太棒了 这件裁判员判日本得分 然后娱乐凡挑战应该是看有没有超越 如果说超越的话 这件要看裁判员和video裁判员的意见 是在停前停扣 是在停前停后 因为你这个里面先是看不到裁判员举手喊停 好 好 裁判员判击中得分 好 最后日本的Kamukoki 获得男子重剑 2023年亚洲季篇锦标赛的个人冠军 我们也恭喜中国对娱乐团获得亚军 马上接下来将进行女子花剑的怪亚军决赛 男子重剑的个人决赛到此结束 日本对Kamukoki获胜